朋友 同学们 大家在主里 平安 喜乐 我们感谢神 我们今天 能够在祂的殿中 我们一起来敬拜神 大家都知道 这个礼拜 还没有下彼的时候 有的人说 要不要取消礼拜五的聚会呀 要不要取消礼拜天的聚会呀 在祷告会的时候 Pastor John就说 好多人就说 Pastor John 最好礼拜天的崇拜 要把它取消掉 还没有下彼的时候 就想取消 我们感谢神 我们都能够来聚会 这是何能美好的这个事情 今天早上 我要与大家读的这个经文 都读过 都唱过 那要不要再读一遍呢 在这个马太福音第五章 那么第五章呢 我们上一个礼拜 大概只讲第一跟第二节 那么我们今天 要看的是第三节 念到这个十六节 念到十六节 那我们再来念一下 总之念神的话 多多念都有这个益处 当你多多念的时候 就自然的进到我们的脑海里面 当我们进到脑海里面 我们多默想就进到这个心中 这个是何等有福分的这个事情 好 我们一起来念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图 极客无意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保足 连续人的人有福了 他们必蒙连续 清新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健身 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 为异受逼迫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人若因我如罢你们 逼迫你们 灭造各样幻化给罢你们 你们就有福了 应当欢喜快乐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识是大的 在你们以前的先知 你们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你们是世上的爷 连若是而为 怎能叫他再行呢 以后无愿 不过留在外面 被人见到 你们是世上的光 尘照在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 示范在灯台上 就照亮你家的人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 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 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福 所以这是神的话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的来到这里 我们一起来敬拜 侍奉你 我们感谢你 你有许多的恩典 你有许多的丰盛 你的福气要赐给我们 主我们今天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敬拜 这是极大的恩典跟福气 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来领受 主啊 使我们的生命 得你的祝福 也成为别人的祝福 主啊 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 愿宝会使圣灵 自由到这个运行 来做感动的工作 带领我们进入这个真理 主啊 以致我们的生命 主啊 得到主 你自己的不断的更新 我们感谢你 我们向你仰望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民求的 阿们 那我们上个礼拜讲到 说这个登山宝训 那么许多人来跟随耶稣 那么耶稣呢 就善而善 就传起这个宝贵的信息来 所以讲到个登山宝训 从第五章到第七章 就是所谓讲到这个登山宝训 那么当然我们说登山宝训里面 大家最清楚的信息就是巴伏 也就是我们今天早上其中所谓的 这个巴伏 那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就讲到说 许多人来跟随耶稣 对不对 那我们就讲到说 跟随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讲了这个几点 那么第一点 盼望你们还记得 那么第一点讲到什么呢 讲到跟随耶稣 那我们要清楚知道 我们是天国的这个死灵 因为主耶稣基督来 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 我们也读了很多的经文 讲到耶稣说 天国尽了 你们要悔改 那么有一次许多人想留他 不让他走 那么他跟他们说 我应该也要到别的地方去 传讲什么呢 传讲天国的这个信息 所以天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在耶稣基督来的这个时候 那么所传讲的这个天国的这个福音呢 天国就是要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说 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人 相信耶稣 并且接受耶稣 做我们个人救助的 我们就是什么 天国的这个死灵 所以这个身份 我们必须永远要记得 所以我们是天国的这个死灵 既然是天国的死灵 我们就要怎么样 活出天国死灵应有的 这个生活这样的这个生命的见证 所以就讲到这个 跟随耶稣 是什么意思 我们首先讲到这个 第二点 我说要小心的这个领受 要谨慎的来领受 要尽前来好好地听 因为听命剩于什么 先进 对不对 所以讲到说 所以我们说 主耶稣基督所发出这个大使命 大家都知道大使命吗 讲到说 你们要去使什么 万民做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这个是什么 大使命 但是我也问你们 这是大使命的那个全部吗 你们下个礼拜有没有来 不是 只是一半 另外一半是什么 房或什么 所丰富你们的 都要教训他们这首 知道是吗 我们先下去 所以他们说 Great commission Great omission 最大的这个束缚是什么 就是后面一半 就是我们许多时候 我们说 哦 信主了 受洗了 我很好了 对不对 错 对不对 我们必须要怎么样 遵守耶稣的这个教训 这才是完成的这个大使命 耶稣所讲的这个意义 所以跟随耶稣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必须要小心的领受 并且最后我们讲到说要 有殷勤的事件 这个耶稣的教训 就是信仰 我们又有这个 把他活出来 就是跟随耶稣的意思 当然 我们今天再讲下去的时候 都是包含这个意义在这个里面 包含这个意思在里面 当然我们今天所读的 讲到这个八福 对不对 我上个礼拜也稍微提一下 当我们讲到福的时候 耶稣这里讲到福 跟我们讲得很不一样 但是真正的福是耶稣所讲的这个福 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如果你好好看的话 在这个八福里面 其实也是讲到什么 比方说虚心的人有福了 然后呢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对不对 意思是如果你虚心的话 你得到什么 天国 对不对 所以这是什么 这是带有这个应许的 对不对 所以当我们说圣经里面也充满了这个应许 所以八福里面其实也是 不单是这个我们说得福气 其实也带着神丰丰富富的这个应许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又讲什么 爱动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对不对 所以你想得安慰 耶稣说你必须有一刻怎么样 爱动 爱动是什么 愿意承认自己的罪 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对不对 并不是像许多人应许心不愿意悔改 但是主耶稣说 如果你有这个心的话 你也要怎么样得到这个安慰 所以这个八福呢 也讲了这个神的这个 极大的这个应许 极大的应许 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 所以这个八福的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登山宝训 耶稣一开始讲开口讲的时候 就讲到这个八福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就想起这个跟彼得 这个讲的一句话 在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 如果你可以的话 大家来念一下 我想就是 这个彼得呢 他也讲的 这个也带出的 主耶稣讲这个信息的时候 他这个意义 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四 如果没有我先念 神的这个神能 已经将一切光复生命和前进的事 资给我们 资给我们 皆因我们认识 那愿自己荣耀和美德 招我们的族 因此 他已将又宝贵 又既大的应许资给我们 叫我们既脱离 世上从群一来的败坏 就得于神的这个性情有份 所以这个当我们说 跟随耶稣基督徒 我们是天国的这个子民 以前不是天国的子民 现在是天国的这个子民 以前的性情是怎么样子的 是败坏的 是这个自私自利的 是我们说是骄傲的 但是彼得说 我们已经认识神了 我们也得到神了 就是接受耶稣基督 成为我们救主了 那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要脱离世上 从群一来的败坏 就要得与神的这个性情有份 所以这个性情 八福里面的这个所讲的 都是讲到神的这个性情 虚心 哀动 清心 所以这个都是 跟神的这个性情有份 所以如果我们信主 我们没有得到这样的性情 还是留恋 这个情欲的 那我们生命有巨大的这个问题 这个生命有巨大的这个问题 所以讲到这个八福 所以当然 这个八福 我不是很详细来讲 等一下会讲 但是先又讲到 又跳到这个 耶稣最后 我们今天讲的不是最后 就是今天所读的 刚才的起立文 我们刚才读完八福 八福之后耶稣说什么 你们是什么 世上的也 你们是世上的这个光 所以基督徒是什么 如果 当然你可以讲很多 但是当我们读到这个经文的时候 基督徒跟谁耶稣的是什么 是言 是官 许多时候我们说要做官做言 我也曾经听过我说 这个讲是错的 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耶稣说 你是言 你是官 好 有的时候我们说 我们要做官做言 怎么做啊 我把灯泡放在报纸上 对吗 不对 不对 你是言 你是官 我是言 我是官 因为你得的是什么 是什么生命啊 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既然你得了耶稣基督的生命 耶稣说 你是言 你是官 但是问题是 今天我们是否 有活出耶稣所讲的 是言是官 好 这个是很大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说 讲到这个言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言吧 是言好吗 我们吃太多了 其实吃盐是好的 只是今天我们吃太多的时候就不好 但是你不能不吃盐的 我不是医学专家 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还是要吃盐的 要吃盐的 对身体有这个益处的 当然言最大的功用 如果在这里 言有很多功用 我们不要讲很多 但言有一个功用是什么 防腐烂 调味等一下讲 防腐烂 今天我们都生活很舒服 对不对 东西买来就放在怎么样 冰箱里面 以前我们就在乡瀉 鱼啊 如果煎了之后呢 如果很多条的话吃不完 你知道大人就用什么 盐把它涂一涂 然后饱餐 可以再过一天两天 还可以吃 所以盐是什么 有防腐烂的作用 所以这就是耶稣所讲的 今天在这个败坏的世界里面 世界都不断的败坏 所以耶稣说 你跟随我了 你是基督徒了 你是天国的子民了 你是盐 你要活出这样的这个功用 还什么 防腐烂的这个作用 今天我们基督徒啊 所以说不当没有防腐的这个作用 也怎么样 也根据了去腐烂 哎呀 这个是 耶稣啊 神看着都非常难过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他说我们是也 所以我们又有这样的这个生命 又有这样的这个见证 起这个黄的这个作用 当然你说怎么样这个 这个腐烂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很多的见证 我们都可以看到的 大概在一九九几年到两千 大概这样这段时间 以前我喜欢的篮球队是 洛杉矶的湖人队 但是自从有OKC丹的之后 只喜欢OKC丹的 这个洛杉矶湖人队呢 当然以前我最喜欢的一个球员是谁呢 是美激众生 美激众生 当然你们都很年轻 谁最厉害 当然 有的人说Coby Michael Jordan 你问我谁最厉害 我还是说美激众生最厉害 他来到有这个争议 但是你知道美激众生后来提早退休 为什么吗 得了这个 下一例 就是艾滋病之前的这个HID 这么伟大的球员 大家都很正经 原来他的生活很不坚定 很不坚定 所以得了这个艾滋病 当然有没有人怪他 没有 因为好像世界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胡人队里面 有一个叫A.C. Green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 你可以去Google一下 A.C. Green 那么这个球员 这个球员呢 当然 因为那个时候胡人队友的 美激众生 Briant Scott James Ward 都很厉害 但是A.C. Green A.C. Green 是这个 Ragbit之后 这个A.C. Green 那么A.C. Green 主要打反手 打这个前篮板 你们听不懂 哎呀 这个A.C. Green 这个是真的很佩服他 他有一个很特殊 他有两点 他们报道他的时候 到现在如果报道他 看他的时候 他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 在他打16球迹 16 season 没有受伤 没有这个缺场 都有打球 1192场 这个很难得 很多球员啊 都会受伤 都会不打 他没有 所以他们说 Iron Man 铁人 还有一个特殊的 他们讲他 这一个男的 他持守着 一个原则 他们说 他当处男 到38岁 处男38岁 你们听到怎么样 在NBA 他们每一年年薪 也是几百万 多少的 美丽的 这个 明星 女明星 他五都女中 他一开始 打球的时候 第一击 他就说 他要持守 这个原则 他们都在笑他 不可能的 你只是大学 刚毕业 进NBA 不可能的 你NBA 在大学的时候 你没有性行为 哎呀 是非常好 但是你竟然NBA 你赚了这么多钱 肯定的 你持守不到 但是他持守了 他38岁 才结婚 38岁 才结婚 这个是很好的 这个见证 很好的见证 所以这个想念了 以前美男金星会 在少年人当中 所提倡的 True Love Wait 珍爱要等待 所以A.C. Green讲 值得人 所以当他结婚的时候 他说 真的值得人 人家问他 那你怎么看法呢 他讲的 他说如果你要持守这个原则 你必须有 Self Respect 什么叫Self Respect 他 自我尊重 对不对 今天有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被世界所影响 他们都在做 我也做 其实你不尊重自己 所以特别是年轻人 真的 不要被世界所讲 他们都在做 我也可以做 No 圣经里面不是这样子教导的 他说要Self Respect 还有Self Discipline 当然他还说 这个巴鲁 这个价值 你有这个价值观 当然又有 你才能够持守 当然他说还要有 Little Bit Vulture 就是美德 当然就讲到什么 生命 所以有这个生命 在你的生命当中 你才可以做到的 这是他所讲的 这是他所讲的 哇 真的是很美好的一个验证 这个A.C. Green 所以他38年结婚 所以他们说 他有来个特点 16级 每一场都大 38年 当初男 哎呀 在教会今天没有人笑 在外面 哈哈哈哈大笑他 但是他唯一主作是什么 美好的解证 因为他知道他是什么 他是眼 他是光 他是眼 他是光 所以这个是 就耶稣跟我们所讲的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大家看来 有谁说 盐还有一个是什么 调味 味道 那么基督徒也应该是有味道的 对不对 什么味道 不是臭味道 乃是有什么 有基督的那种的心香的这个味道 就是有盐的这个味道 所以这种的这个味道呢 真的说在人群当中呢 能够做什么 调和的这个工作 所以这个是非常美好的 当然我曾经也讲过一个比喻 这个只是比喻 不是真的 就讲到 一只老虎常常吃了 把他把人都吃掉 不当这样子也把基督徒吃掉 后来神叫他说 你不可以再吃了 但是他还是求耶稣 我吃的话我怎么办 但是后来 神跟他说 好啊 你不可以吃基督徒 不可以吃基督徒 这只是比喻故事 不是真的 这比喻 后来 有一个人从教会出来 穿这个跑出来 老虎就跑过去 就跑过去 一直吻 一直吻 后来都把他吃掉 只剩下口 剩下嘴巴没有吃 所以后来到神面前 神就问他说 我不是说 不可以吃基督徒吗 老虎说 我闻来闻去 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 只有口有一点基督徒味道 你看我没有吃 你们明白吗 意思说 这个基督徒虽然去教会 但是他没有那种的生命 他没有那种基督徒应有的生命 所以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里面 真的说出了今天许多基督徒 没有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徒在我们里面的生命 所以告诉我们说 耶稣说你是眼 你是光 所以光呢 至少在这个经文里面说 我们要是怎么样 是要在这个山上 是不能隐藏的 所以不是隐藏在树林山村中 所以也告诉我们说 我们基督徒是光 所以你要怎么样 要发出这个光来 意思说 我们不要害怕 我们不要做躲躲惨惨的基督徒 我们乃是要真的是光 能够发光这个基督徒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很怕 对不对 哎呦 不好意思哦 如果我是基督徒 不晓得老板怎么样 对不对 其实耶稣说 要发光 你要 破光的时候就要破光 对不对 因为神说 是照在这个山上的 是放在这个灯台上的 所以大家都知道 灯要放在这个灯台上 才能够发挥作用 就能够照亮整间的这个房间 所以告诉我们说是光 所以我们要发出这个光辉来 所以我们说 耶稣说是光是眼 好了 我们讲了这么多也知道光的作用 也知道眼的这个作用 那我们怎样能够发出这个光辉呢 因为是连在一起读啊 所以我们就把它联想在这个八幅了 就联想在这个八幅了 所以你试光 你试眼 你能够真实的这个发光 有眼的这个功用 那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个功课 就是八幅了 当你有这个八幅的这个质量 在你我这个生命当中的时候 自然的就有这个言的这个功用 就有这个发光的这个功用 这是我联想的 这是我联想的 所以我们说今天耶稣说你是光你是眼的时候 那我们首先必须要好好的来这个追求 这个八幅 当然下面还是要 今天我只是想说 今天当我们连在一起读的时候 那我们必须要 这个 追求这个八幅 耶稣所跟我们讲的 所以这个虚心 所以他说虚心的人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如果你真实的这个谦卑 你这个光真的照在人前不一样 如果一个骄傲的这个基督徒 他是为主发光吗 不是 肯定的不是 因为神什么 神阻挡这个骄傲的人 乃是什么 施恩给前辈的人 所以这里讲到这个 这个虚心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心里面 有这个贫穷的这个状况 对不对 我们很贫穷 我们来到主人面前 我们很乐意的 来虚心的 用意领受更多神的这个话语 用意领受更多神对我们的这个教导 神说如果你有这样的虚心的话 天国就是你们的 你们就得到这个 极大的这个福分 耶稣所要应许的 所要应许的 所以这个虚心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特别我们参加每一次的这个聚会 旁观我们都有一个虚心的信仰 对不对 那小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的这个 我们教会很不一样的 我们在马来西亚教会很不一样的 我们以前一间教会 有三个地方聚会 有三个地方聚会 但是都里面不远 有的是 一间教会 有三个地方 有六七坛崇拜 哦 有的人 就不虚心了 诶 小召和牧师今天在这里讲道 他们全部跑到这边来聚会 其他的 哎呀那个牧师听不懂他讲什么 都不去 哎呀我回想的时候 其实都是错的 为什么 你都是跟着人的 其实我的意思说 三门神说虚心的时候 我们来到主面前追求的时候 都要全身一个虚心的心 谦卑的心 如果没有的话 许多时候你得不到 神要对你人说什么的话 你好好地听 有的时候圣经 有的时候你觉得说 他好像没讲什么 其实你好好地圣灵在工作 圣灵都在这个工作 我们都有得到神的这个慰养 所以这个事情 还有这个哀动 哀动就是懂得为自己的罪 而在神面前哀痛 所以我们每一天都必须要在神面前反省 看自己里面有没有诡查 有没有虚假 有没有不义 有没有在神面前真诚的认罪 哀痛 悔改 所以神不轻干什么 我们在他面前 这种的认罪 悔改 他要使我们得到这个安慰 温柔的人 他说是有福的 因为他们必承受这个力图 温柔 温柔是暖落吗 不是 温柔不是暖落 其实温柔乃是这个感情 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对神这个温柔 是将我们的心灵敞开 愿意顺服神对我们的这个工作 他叫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这是什么 这是这个温柔 太太温柔 你说他暖落吗 不适合 他乃是刚讲 他愿意有一颗顺服的这个心 当然你无理起闹他不停意 你自己要反省一下 对不对 所以这个温柔 温柔这里讲到什么 乃是愿意有一颗顺服神的心 那么有一个牧师讲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比喻 他就是他说 你试试想一想 一匹很快的这个马 跟一个骑士 他们完成了那种完美的这个配搭 你知道马 马的体重比这个骑士有多重 可能七 七跟到这个八倍 多么的这个重 但是强而有力的马 他顺服于主人 那所花费的力量是怎么样 是非常大的对不对 哦 他可以跑得这个很快 哦 他可以把救这个主人 很快的大到这个目的地 甚至打仗的时候他们愿意满 如果他顺服这个主人的这个指引的话 还可以把这个敌人怎么样 打倒 所以他说这是温柔的意思 就是顺服的这个意思 当我们愿意温柔对神顺服于神的话 那么神使用我们 那所发挥的那种的这个力量 是极大的 是极大的 所以我们说如果你真的有对神 有温柔的这个事情的话 哎呀 当我们讲到说你是盐 你是光的时候 怎么样 难不难 不难 还是什么 还是很自然的 从生命当中能够流露出来 因为你有什么 你有神的这个性情 有神的这个本质 在你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当中 在你的这个生命当中 那我们又讲到说你这个 饥渴末义的人游夫了 因为他们必得这个宝珠 饥渴末义 渴望 盼望 哎呀 你们很渴望什么 新的一年你们渴望什么 哎呀 懂不懂 渴望得神的话语更多吗 只有几个 那就不极客牧义了 极客牧义乃是你真的很渴望 神的这个事情 神的这个事情 神的这个话语 所以极客牧义 有没有饿过肚子啊 什么时候啊 那是很久以前了 读书的时候 现在每一天都是吃得饱饱的 不但吃得饱饱的 还要说不可以多吃不可以再吃了 旁边的配偶说不可以再吃了再吃盼了 所以什么是饥饿 都忘记啊 对不对 哎呀你知道全的时候那种的饥饿真的是很苦的 对不对 肯定你们没有经历 他是自恶的 渴的时候你多么渴望什么 有水塔 你渴的时候你多么渴望有这个三文阿姆 就他说 多舒服 就他广道里面讲的 那几个那种的肯望 但是我们对神的义 对神的话语 有没有这种的肯望 说真的很少 但是神说 求你们有极客牧义的心 那又有极客牧义的心 所以当我们说有极客牧义 我们就会怎样 把神据守卫 对不对 把神据守卫 如果你极客牧义 你不会因为属实的事情 很轻易的就怎样 放弃 对神的这个追求 对不对 当然我们说今天你能够来这里 我们说我们极客牧义神的话 但是我告诉你的时候 教会还是有机会 如果下面有点滑 你不敢开车来 这不表示你不极客牧义 所以我要先跟你讲一下 因为有的人实在的 他们对于这个开车 没有那种 我们完全的这个了解 但是你说因为下雨天 你不来教会 你反而去 去哪里了 去关节的话 那你真的是不极客牧义 就像我的孩子 前几年还在高层的时候 学校关了 真的路很滑 然后他说 我跟我朋友去看戏 我说有没有搞错啊 学校关你们去看戏 有的人是这样 为什么没有说了 教会还是机会 但是路有点滑 他不来 但是去做其他的 理由讲得好像很好听 但是呢 其实是不对啊 哎呀 我给你们看一个很有趣的地图 这个照片 希望有没有 有没有这个照片 照片 一盏照片 这个是一个一间教坛 是在泰国 你知道他们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水灾 水灾的时候 他们还在做什么 还在聚会 这个水干净吗 其实不干净的 很肝脏的 好像我们马来西亚 常常水灾的时候 这个颜色是这样子的 我看来很有趣 但是他们还是什么 还是来聚会 我就表示说 这些基督徒实在是怎么样 很佩服他们 今天如果我们在美国 当然卫生机可能也不允许 我们开给你们来聚会的 因为是什么 关系到这个卫生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看得很感动 泰国是拜偶像的地方 你知道吗 泰国是这个偶像很兴盛的地方 教会要在泰国开始 实在是难 非常的 就算在日本 非常非常的难 但是我看到这帮弟兄姐妹 还是乐意的怎么样 甚至有水灾还是来聚会 真的是真的是很 给我们很敬佩 所以我们说他们那种这个 饥渴慕义 盼盼他们都是饥渴慕义的 真的是自奔我们学习的 不会轻易的就怎么样 就放弃这个聚会 与神清静的这个时间 所以主说 如果我们即刻摸鱼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到怎么样 保足 我们就得保足 所以今天我们能够得保足 我们能够得到满足 不是物质的东西 你想我得了这个PhD 我就信满地主 很多人得了PhD的话 更疲惊 有的人说 我要赚到多少钱 我就信满地主 等到赚了那么多 我还觉得断不够 所以今天耶稣说 唯有耶稣基督 才能够怎样填满我们内心的这个空虚 才能够得到满足 所以极恨努力 你渴慕神 渴慕神的话 渴慕神的这个事情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满足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满足 就能够得到这个满足 然后连续人的人又服了 他们必莫 这个连续 对不对 我们要连续人 就是要怜悯人 神是多么怜悯我们 我们也要怜悯别人 有一个传教师 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一百岁的老人 很可怜 在外面他看到了 就把他请到家里来 那这个老人也是非常渴 很思想 所以这个missionary就给他这个食物吃 那么吃 然后就交谈 交谈之后 那个传教师就跟问他说 他呀 因为他是基督徒 后来发现他不是基督徒 而且是无神论的 哇这个神这样生气的 不得了把他赶出去 所以把他赶出去 那么神就像他说话了 为什么把他赶出去啊 他说因为他无神认了 他不信 我非常的生气 那神告诉他说 你知道吗 我已经怎么样 连续他一百年了 为什么你一下一刻 一阵子你都不能 看到没有 所以告诉我们说 神是何等的怜悯 我们连续 所以我们也要怎么样 有这个怜悯的事 去怜悯别人 所以我们主义说 如果你越怜悯别人的话 你更要有什么 更多的怜悯 所以这是极大的福气 还有这个清新啊 就是没有这个假装 没有这个虚假 没有诡诈 这个生命是完全的 真诚的 所以主义说 清新的人 他们必看得见神 在灵修祷告的时候 最简单的 如果你读经祷告 一边读经祷告 一边又看手机 一哩 也有看啊 看看两三句 一哩 也有看啊 对不对 我坦白告诉你 你一点东西都没有看到 你给你一点的零售都没有 所以记得哦 你看的时候啊 哎呀 现在我也有坏习惯 看圣经用手机看 其实我想我要改了 还是用圣经最好的 把手机放在右边 所以 没有什么拦阻这个情形 你才能看得见 这是神所说的 和睦为义受逼迫 大家我们都听过 对不对 我们是和平之主 我们不要与人争吵 以前一有事情就争吵 但是神说要和睦 他要使人和睦 是成为神的儿子 如果你尽力 你靠着神帮助能够得胜 这个是何能美好的事情 你就是光 他们看得出你是神的儿子 这是何能美好的这个事情 唯一受逼迫 今天我们 为着神的事情 受逼迫 受苦 不是为着自己犯罪受苦 自己犯罪受苦是什么 是应该的 但是唯一受苦 神说啊 这个是有福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 不要说今天在美国啊 今天在美国其实我们说基督徒有一些话我们讲出来都会被人批评 我们讲真坏的时候都会被批评 但是你不讲吗 其实不可以啊 还是要讲的 对不对 即使有的时候讲了 你被人这个批评 但是神说 这是有福的 所以如果我深信 如果我们造就了 我们追求这个八福的话 你好好吻气啊 我今天八福讲得很简单 你会去好好的思想 是什么意思 求神帮助你 把这些这个好像虚心哀动温柔 真实的我们来追求 放在你这个生命当中 你就有这样的这个心情 那么你就很容易明白什么是言是光 当你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情的时候 有这种生命 有这种品德的时候 很自然的是什么 你就是缘 就是光 不必说我要做光 我要做光 我要做眼 我要做眼 你要是把这个八福 好好的领受起来 把它活出来 你说你就是眼 就是光 是愿者帮助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 我们感谢你 试下你自己的话语给我